因為大家都覺得電子業比較有錢 所以就投入這個部分 我覺得其實是會讓整個大健康的產業是越來越判斷 美國NIH其實相當關注這個問題 所以自己跳下來研發加能藥 那我們這個藥是美國在NIH來付計劃 唯一一個甘性黃瓣負面的目標 對岸的話因為基本上它有一個極強而有力的市場的支撐支持 所以它每次就是幹大事 它全部就是人間 然後題目它包山包海的 它的portfolio整個都很漂亮 可是他們的 對於一個新的靶點或新創的勇氣 其實是比台灣缺乏 合併那個一線的Pintoshot的時候 比如說在HDM的時候 我們就合併一線的那個T&D 然後我們觀察到有更進步的Synergy City 它的效果又變得更加的優秀 學界的東西出來 在這個生技方面的話 從業界來看 它的成熟尤其是還不夠成熟 先把乳藥資格拿到 再二期一個單病就取得藥症 這是最好的方法 董事長Pom其實很清楚說 到底什麼叫真正的昂昧 怎麼樣的怎樣的revision 是最好的方式 所以他去了哥大呢去找了 其實他在創業之前 應該他跟我們王博士兩個人 看了不下三千個不同的案子 其實跟那個VC真的是幹一樣的事情 然後最終找到這兩個藥 就是那個008跟007 那008為什麼拿得到 基本上我們是跟好幾家 國際藥少計的包含J&G 那為什麼是我們拿得到 基本上來講是因為我們看到的 或應該不是我們的Com 看到了這個 這個NH他在設計 或者是哥大在設計這個 臨床設計的時候 全部都是以乾性皇伴 那創業基本上他就在加入 斯特的病院後去說 我用這個策略 可以告訴你整個 時程可以說到三到五 然後NH跟哥大全部滿大 所以在我們拿到008這個授權的時候 是創下哥大最短的授權時間 世界上比較少人流 幾乎沒有人流 幾乎是開創一個新的理由是說 我們把Petide或我們的Tardic Payload 直接上進細胞內來放下 那這類大概是許多大藥廠 很積極在跟我們開的技術平台 HMM stand for Membrane 就Membrane Target 那其實Petide要帶到Membrane 然後帶到Membrane外面 那就其實蠻簡單的 現在蠻多的Functional的 或者是BiSpecific的Tardic 都是屬於這類的藥物 那這類藥物的好處特點是 他就讓Petide的Tardic 可以應用在一個全身性的給藥 那像是癌症或是一些免疫 一些疾病就可以使用 它是舊老藥生用的組合 所以基本上 他可以同時發了 發在P2的Revelation 然後跟我們挑的這個 可以選的是 像您看一個這樣子的 OpenDrive的態度 所以他也可以符合 OpenDrive的Revelation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整個 把Devignment的時程 就是 所短到 不需要10到15年 可能3到4年的 Tardic 5的時間 然後這個東西 可以搜尋出去 然後他的Department Cost 大概可以降到 900萬美元 到1000萬美元左右 這個Total Cost 能力的一個平台 可以透過生物資訊 對於基因的 這個GENOME的這個 血液分析 我們可以有一個 生物資訊的平台 我們也希望 從這當中 可以找得出來 是說 這個 新要開發 可以切入的 這個所謂的 新的 Tardic 這個碳水 有好的想法 然後 覺得也可以成功 可是 怎麼你走到 下一個階段 其實是最重要的 那 是不是可以塑造 這樣的環境之後 有更多的這個 資源可以投到 這個新的環境 開發裡面 其實這個是 當前最重要的一個點 那 是不是很多的 ANGEL 或者很多VC 願意投這個 在學界 你們注意 出來學界的時候 你出去是跟別人交流 always 往的是 無限大的空間去思考 可是當你一旦 出來到業界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人 沒有出來業界的時候 就那個 以前臉上是發光 現在是臉上這樣 因為 你一旦出 跳出那個學界之後 你所有人都不見了 你出來是被挑戰的